如危誓言 願受罪嚴力之處罰 接應信 民政局長陳永德擔任尖交人 見證原大安區長林明寬 交接應信給新任大安區長鄭玉峰 一同掌望大安區的未來 各界紛紛獻花表達感謝之情 以及歡迎之意 我們大安區區公所的習慈 不過不知道雲山區會不會捨不得真風鼓掌 會 阿不然你又吊得去 我要去 他也非常謝謝我們大安區 長久以來林寬區長 對大安區區政業務的努力 跟同仁重新協力 為我們大安區創造一片好天井 那麼尤其是對我們李政業務 對我們衛兵服務的工作 可以說努力有加 而且得到很大的肯定 好像連續四年啊 平地台北市第一名 非常不簡單 好 鄭玉峰 我要調到我們李政局 升任主委秘 把他擠開 為我旁邊看公文 哈哈 然後鄭玉峰區長 鄭重的導演 他們行政協經力非常的豐富 那經過這幾年來 我要特別謝謝李長們 給我很多的溫暖 我們一起打拚 一起流海 大家都沒有怨言 都還是站在同一個陣線 對外爭取我們的建設 要謝謝你們給我的溫暖 才能夠 雖然沒有流血 流海 但是那個果子是甜美的 要特別謝謝我們所有的李長們 那我要拜託各位李長們 把你們給我溫暖 請你們轉給我們鄭區長 鄭區長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軍事長 我相信他已經能夠帶領大家 向大安區域一直在廣潛 向前邁進 我這邊深深一絕光 拜託你們 謝謝 第二個我要特別謝謝 我們區局各單位的夥伴 包括分局 警政 消防 衛生等等 這些夥伴們 在平常也有唱對我們的支持跟協助 才能夠讓我們區政工作 對他們都順利 那我要特別感謝的是 我們民俗會 包括民俗會 調解會 還有我們社團 體育會 還有包括像安侯主任社等等 陪著我們走出大安 走出台北市 走到全國各個偏鄉角落 我們去不只是跟他們做交流 我們還做很多很多很多的社會公益活動 哪裡有需要 哪裡有需要 就有大安的溫暖送到 在這邊要特別 藉這個機會 特別感謝大家 我希望這樣的工作 也能夠持續的走下去 把全台319鄉站的地區 通通熟 再次拜託大家 最後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大安區公所 所有的工作夥伴 謝謝你們陪著我 含著眼淚 帶著我回家 努力工作 這麼多年來 辛苦你們了 即便有剛剛局長講的那些容量 也都是你們努力拿平來的 在這邊謝謝你們 這些容量都是屬於你們的 我一定會追隨著我們民官區長的腳步 繼續提供更優質更好的服務 服務我們里長還有里 因為我常常跟所有同學講 其實里長在基層服務 是非常辛苦 尤其是臺北市都會區 里民的要求真的很辛苦 里長在第一線衛免服務 所承受的壓力 我們都感同身受 所以說 我一定會秉持著民官區長的一些腳步 更積極提供所有的服務給你們 里辦公室 還有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那第二部分 我也要感謝我們文山區 在文山區 今年兩個月的時間 說短不短 說長不長 真的 感謝我們在地所有的宮廟 包括我們高一秀董事長 高昌仁董事長 還有我們田董事長 還有我們馬周伯 桂梅姐 還有我們索爾的里長 真的 我都把索爾里長當成好朋友 其實我記得我第一次上任 在105年9月13號上任的時候 我就說 文山區是好山好水 但是好人群 我相信大安區也是一樣 因為大安文山本來就是同一個選區 所以說 我會繼續 不管是文山區大安區 只要用到 可以用到我的地方 我會全力以赴 尤其是我們所有的里長的好朋友 那我第三個部位也要懇求我們 在議會的議員 還有議員 那個議會的主任 給我們不管是文山區 大安區 更加的支持 尤其是余山上 然後可以給我們更加的支持 我們可以發揮最大的空間 來提供里長最優質的一個服務 林明寬卸任大安區長 將升任民政局主秘 而鄭裕峰則是由文山區長 調來大安 管理理數 從原本的43個里到53個 責任也越重大 這一次有機會到大安區來服務 我將秉持的前任區長 林明寬林區長的一個腳步 盡量提供給里辦各項服務 因為其實 我常常跟所有同仁講 台北市市民對於里辦的 里長的要求真的非常的很多 所以說區公所將做里辦的最堅強的後盾 我們將秉持的我們萬安市長的一個政策 把所有里辦服務好 讓里長無後顧之憂 可以在第一線為我們為民服務打拼 這是我上任最重要的一個責任 典禮聚集大安區和文山區里長們 以及地方人士為長官們歡呼 期盼接下來一同為區里打拼 記者問郡臺北報導 雙方 好 謝謝 快走